Hello大家好,这里是练学堂情感,我是楚儿 最近一个老弟微信上问我说 楚儿,我最近跪田的几个女生都没追上 但是呢,他们却和那些不如我的男生在一起了 我都要气炸了 简直啊,就是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 我很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 老弟,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白菜都被猪拱了 其实呢,当他们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想问一句 你怎么知道这个女生是白菜 有些男生是猪呢 你之所以有这种想法 是因为你认为那个男生任何方面都不如你是吧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问题就是 你跪田的女神竟然和一个任何方面都不如你的男生在一起了 这科学吗 这不科学对吧 但是你知道哪里不科学吗 你不知道,所以你才很气愤 你说你都气炸了 我能想象出来你当下的这么一种心情 但是我还是想说 这不科学 但是这不科学的原因是 你的定义不科学 你说白菜被猪拱了 你把女生定义为白菜 把男生定义为猪 但是你这个定义是你自己定义的 没有经过任何人的认可 也就是说你说的这个白菜和猪 人家并不这样认为 假设你和那个男生都坐在我的面前 你说那个男生长得丑 但是那个男生告诉我他比你有钱或者比你高 或者比你幽默 或者比你更会玩 或者呢报名我们的私教学习过 这样我听完你们的辩论就会发现 你认为这个男的任何方面都不如你 完全是你自己主观的判断 事实上这个男的很有趣 也很会玩 会讨女生的开心 而且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就是 你们在底层里的观念就不一样 你跪舔了好几个女生 就说明 当你喜欢上一个女生之后 你就忍不住做舔狗 忍不住做一些行为去讨好这个女生 这就是很降低吸引力的 女生会觉得你跪舔我 那说明你是一个低价值的男生 你不如我 而那个男生和你的观念不一样 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猪 他们也不会觉得那个女生是白菜 因为那个女生在你的心目中是不错的女生 你给她打九分 但是他们并不这样觉得 他们觉得那个女生就是个普通女生 他们给她打五分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陷入了一个悖论 或者是陷阱力 假设分数相似的人 能够自动配对 但是你给女生打了九分 自己是五分 她是五分 她给女生打五分 那么他们就自动配对了 而女生的社交价值在你之上 那么你肯定是不能和女生配对的 但是你现在默认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她的判断是错误的 因为你觉得这女生很漂亮 绝不可能是五分 一定是九分 也就是说你不认同这个男生的判断 但是实际情况证明了你的判断有误 但是你依然坚持你的判断 你不是说我去调整一下我对这个世界的判断 可能我的判断原先跟实际不符 我原来拿的地图不符合 我换一张地图 你是什么 你是坚持这个观点 然后继续进攻 继续心理难受 然后继续看到这样的一幕幕重新发生 其实呢你是有选择的 对吗 你也可以去做那个男生 去找到自己的白菜 但是你不去做 为什么 因为你潜意识里就认为 女生不会喜欢本来的你 这也是你为什么 总是忍不住对女生跪舔的原因 你要做的就是 要意识到你是有选择的 你也可以去做那个男生 只要你之前没意识到这一点 而现在你意识到了 那如果你重新判断一遍 你应该知道女生是几分了吧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好男人总是被伤 就是因为他们太好了 即使被女生伤害 也还要坚持做一个默默的奉献者 结果就是 女生经常对好男人 露出甜美的笑容 渴望的眼神 用温柔的语气 让你帮他做事情 在你干得满头大汗的时候 他还深情地看着你说 你人真好 我男朋友要是有你一半好就好 为什么好男人 总是落单 渣男总是能够追到好女生 说到底啊 还是女生不喜欢和没经验的男人谈恋爱 大多数的好男人都因为不善言辞 只会默默地付出 而不敢搭讪心仪的对象 跟他说话就低头脸红 在他面前紧张地浑身冒汗 更可怕的是 还不懂女人的心思 朋友小马之前啊 就有一个喜欢的女生 但他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配不上他 一直以普通朋友的身份 陪在他的身边 聊个微信 连发句问候的话呀 都要想很久 我这样做会不会让他反感 他会怎么想我 小马害怕失败 害怕拒绝 害怕他生气 害怕没有确定性的投入 就在啊 他犹豫不决 该不该表白的时候 那个女生已经 牵着其他男生的手 吃着丰盛的烛光晚餐 看着浪漫的电影 到最后 小马和他啊 都只是一个普通朋友 这段感情连表白都没有 更不要说拒绝 就已经结束了 如果你在最佳的时机 不厚着脸皮 无孔不入地融入他的生活 让他习惯你的存在 你怎么可能 轻而易举的拿下他 如果你有恋爱 追女生 相亲 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视频 右下方的微信 我可以帮助你哦